2020年新年的第一天,我的神仙鱼产卵了,它将卵产在了鱼缸上面的过滤器上。 经过两天多的孵化,现在这些小鱼多数都成活了。 然后这对种鱼,活的鱼卵,移到了现在木头上。 在这上又孵化了一两天,这些鱼卵已经会冻了,现在种鱼正在看护它们。 大概大概可能是再过一两天就能起飞。 很多只啊,看起来有好几百只。 又过了两天,已经起飞了。 已经起飞很多了。 为了防止鱼缸当中的其他的鱼来吃掉这些小鱼,我特意准备了一个隔离网。 不知能不能起到隔离和安全守护小鱼的作用。 哎呀,不好了,这个小鱼都钻出去了 这边都吃掉了 这个网还有缝隙,怎么办呢 从那小口里都能钻出来,然后这些鱼就吃掉了 这个网的眼里头,这个小鱼都能钻出来 对呀,是不是都吃掉了吗 哎呀,这怎么办 这个小鱼就是在这边 被他这个哥哥姐姐吃掉了 你看,这边 哎呀 然后如果给他放开的话 这个大鱼就要把这些 把前一弯的这些都要咬死 你说现在这事没办法呀 我没有别的鱼缸来 再 大鱼捞出来 大鱼捞出来 这小鱼照样来跑啊 哦 真是束手无策了 这个没办法 如果给他打开的话 这些长重大的这些鱼也要出问题 但他怎么过来呀 我怎么办呢 看看 他怎么老费的钻过去 现在人工干预的话 恐怕也适得其反 从这个隔离网的眼儿缝隙 小鱼很容易就钻出去了 然后这边的鱼就要吃它 这个大鱼呢 想要看货也做不到 所以一会儿很怕就得吃霉 这里面还有密奇菲的 少了很多 他必须把你钻 这个办法还不行啊 用这个隔离开 很麻烦 看来想繁殖的话 必须得单独一个浴缸 本以为隔离开之后 可能在这边正常繁殖 是正常的 什么呢 长大呢 哎呀 怎么办呢 这些鱼 你看 飞着在这等着吃 这个小鱼 对他们来说 美味的鱼食 这个碗本来是挺好的 应该是 嗯 大鱼先捞出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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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捞出来 你看到这边也不行了 到这边他又 那他是是在救 救这些小鱼 他把他喊在嘴里面 但是他是拼命的咬这些 你看他是喊在嘴里 他喊不了几只啊 最后他就 还是得最后的 放出来 不行 把这些小鱼恐怕得咬咬 咬的不行了 先把那个那些小的 先把那小的隔 看到这里的小鲸隔 Cruel 把那小鱼摆 consig 我去吃了 我去吃了 你去吃了一碗 我去吃了 吃的没几只了 有几只你老吻 你也不能不救 他就跟着这个大鱼走啊 大鱼现在就是在这挡着 心里捞进来都不出来 小鱼很难弄 你整完也是死 折腾完之后都有都有伤 这伤不能动啊 他不会油呢 折腾完就完了 这怎么没用 等下来之后也活不了啊 你看就把这边来了 这几条也活不了 你拿着吧 你别露了 别露了 就把这个过程让人家看见 然后别人在养鱼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参考啊 这全一个就是 你看他开始进来就咬那些 那些那些鱼巴咬上次就是咬死了都 所以宁可保这个以前那个大的 这个小的也就 弄完再把它放过去就得了 这怎么弄啊 凹不过来啊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眼儿特别东西特别大 这边吧 你知道大你整个啥鱼呢 这我以为他大 他大鱼能啥呢 能控制他 有点过来的不一定这么多 这这涂了多少漆 还不然你旁边伸一点棉 我啥的 是 睡不了 这个只能单独 多少漆 它都是单独的时候 行 跟这个一提就不行了 不行 这捞出来也活不了 累上来 不累睡 没办 没办 没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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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百只 一会儿的工夫就没了 太脆弱了 小鱼 你也是太残忍了 跟我残忍什么关系 我都不想将它扳直 直到现在不行 没有别的地方放 现在 除非再好几个鱼缸 还行 然后也出来了 把小鱼全捞出来了 捞到一个 捞到这里面 你看 几百只啊 就变成了这几只了 把水 把水给折腾的 特一片浑浊 看看 这里面这个 沉木上这些鱼也都倒到 一个小鱼 水太浑了 看看这个水 在这里面 这里面的 再排吧 这些小鱼 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先给它割离吧 我们 哎呀 这个黄金美洲豹很漂亮 太浑浑了 看不清楚了 看 看 这些鱼 也是要隔离开以前的鱼、其他的鱼,避免它继续追咬它们。 又准备了一个小的网状的繁殖器。 繁殖网,给它小鱼放在这里面。 鱼杖暂时恢复了安静。 种鱼见到小鱼后,好像还是认识它们。 神态也变得安详了。 看它的上蹄在动,还是在看护这些小鱼。 这边的鱼也不受种鱼欺负了。 看看在这个环境下,这些小鱼能不能生长起来。 谢谢各位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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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